原來台灣不是唯一一個國家政治人物會跳水的 民主的先鋒啊 看好了全世界台灣只示範一次 啊不對 王世堅示範過好多次了 最近幾個月 台北捷運也開始出現一些日文跟韓文的廣播 某些站沒必要吧 捷運近站聽起來像這樣 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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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沃 辛亥 史沃 誰分得出來啊 這到底有什麼用啊 聽起來很像是什麼廣告 維大利 伊大利 維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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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啦 史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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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 你如果講一些歧視性的言論 只會被言上而已 可是在美國講一些歧視性的言論 你可以再選一次美國總統 每個國家的總統真的都好奇怪 你們有發現嗎 我們這次回到巴黎 結果我一下飛機 我就想要深吸一口氣 我想要聞那個尿燒味你知道嗎 因為我是巴黎的狗 結果我一下飛機 我說蛤 尿燒味呢 巴黎完全變了 巴黎現在變超乾淨的 然後原因是因為他們今年要辦奧運 所以他們就趕快再大掃除 巴黎看待奧運 就像我們看待過年一樣 就趕快有人要來了 快點快點 幾百年沒少了 快點快點 丟臉啦快點啦 燒乾淨 然後他們甚至是要把賽納河清理乾淨 所以他們這次有動用一個工程 他們想要在上面舉辦 非常多的水上競技活動 然後為了證明 賽納河到奧運那天 已經乾淨到可以游泳了 巴黎的市長跟法國總統 他們就說他們要跳下去游給大家看 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覺得好欣慰喔 你原來台灣不是唯一一個國家 政治人物會跳水的耶 民主的先鋒啊 看好了全世界台灣只示範一次 啊不對 對我王世堅示範過好多次了 然後 反正我就問當地人說 欸你們喜歡這樣子的行為嗎 賽納河變乾淨了 他們說他們很討厭 為什麼 因為清理賽納河 花了他們14億歐元 換算了台幣大概500億左右 他們覺得是浪費錢 他們想要抗議這項行為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約好了 有一大群人 想要去賽納河的上游 大便 這是真的 你可以去Google新聞 他們在連署要在那盒上游大便 因為他飄下來 就是等總統要跳水游泳的那天 他們就可以讓總統 民遊侵蝕 同樣為了奧運 他們這次有很多的地鐵啊 捷運也翻新了 裡面多了很多廣播 這個我就覺得跟台灣蠻像的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幾個月 台北捷運也開始出現一些 日文跟韓文的廣播 大家都聽到對不對 可是 我想我們應該都可以同意 某些站 沒必要吧 我直接點名啦 文湖縣 我家是住文湖縣上面 有些站 他們捷運近站 聽起來像這樣 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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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分得出來啊 講六次一模一樣的東西啊 你騙我說裡面有一個是越南文 我也相信啊 我很好騙 你騙我說 其中兩個錄音是阿翰錄的 我都相信 這到底有什麼用啊 這聽起來 每次捷運近站 聽起來很像是什麼廣告 維大利 意大利 維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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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大利